朋友们好啊 周六继续与大家分享新版的《十算十说》 我们昨天呢大致回顾了一下李景泉同志的革命履历 与这个邓小平之间的革命友谊 而这个李景泉和邓小平之间革命友谊的一个高潮 就是60年代初 关于大跃进时期犯错误这个事 这个追责甚至是问罪 七千人大会上 李景泉替四横流 四川干部就不依不饶 最后是邓小平保了李景泉 但是呢保了是保了 也保下来了 在这之后呢 李景泉政治生涯 非但没有终止和受影响 反而扶摇之杀 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 他和段小平 他和贺龙 他和刘少奇 庞真 他们这条线上的关系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 直变一个事实 六十年代初七千人大会上 李景泉为什么 这个四面楚歌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把大跃进期间的四川 搞成了饥饿之乡 不仅是把大跃进期间 大跃进之后的四川 搞成了几个之乡 而且呢 是在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 应该说是一马当先 四川的这个 五峰的这个遗害 疑惑 甚至不亚于 甚至超过了河南 安徽山东 这些个省份 然后呢 真饿死人了 这个事情我们不避讳啊 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 中国饿死了人 这个事情我们不避讳 我们也不能避讳 当然了 不是那些个 别有用心的东西吗 说的所谓的啊 饿死了几千万 几千万人啊 六零年代初 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 中国确实饿死了人了 而以四川 河南 安徽这些地方 为罪 为助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 李景全的表现 绝对是特立独行 宁肯省为饿死人 他也要交粮 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邓亚平 去交差 去买自己的政绩 因为这一条李景全 难辞其咎啊 对于四川人民 他是有罪的 他是有罪的 邓亚平当时确实是给李景全打过电话 说是北京上海快断粮了 你四川你拿粮出来 意思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四川饿死一些人吧 这个天高皇队 不一定有多大影响 但是北京上海要是饿死人 国际影响不好 这就是邓亚平跟李景全说的 掏心窝子的话 李景全还真就买了总书记的账 那在四川发第三尺 刨出最后一粒粮食 也要给上交给中央 上交给邓小平总书记 但是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或者说你 你追根问底 你买政绩之后 你作为一个人 别的不说你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可以主导这个事情的人 作为一个因为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给四川民带来了 那么深重的恶果的这样的一个人 你怎么面对这个事 这个李景全 在这一点上 李景全都过着底线了 就是破了做人的底线 田家英是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的时候 在某个场合 然后跟李景全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什么呢 就是现在全国各地 这都听说有饿死人了 李景全当时怎么回答的田家英呢 李景全就这么一极其著名的话 中国这么大 哪朝哪代 没有人饿死啊 这就是李景全当年 说出的名言 所以难怪 难怪一直到今天 你提起李景全 这个四川的罪人 你问问四川的老人 你问问四川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哪有人一提起李景全 不咬牙切齿的 四川的罪人 这个事情 这个李景全 几辈子他都洗刷不掉 这个误定 那么呢 文革开始以后 打倒李景全 解放大西南 这口号就被四川人给提出来了 要跟他算总账的意思 打倒李景全 解放大西南 这口号 深圳巴蜀大地 西南王子李景全 当时就换了一角色 就被西南人民和四川人民 给弄成了一个 换了个什么一个名头 叫西南最大的走资牌 然后这李景全 抓李景全要逗他 这李景全 李景全 这游击队员出身的 开始打游击 今天在四川 地势转一转 躲一躲 明天跑到他把云南去 甚至跑到上海 东躲西藏 几度被人家也抓住 然后大家对他都不客气 颇受了一些个皮肉之苦 这个李景全 那些人抓到真不客气 真揍他 确实真打 后来呢 哪都待不住 跑到北京 躲到北京去 然后这个 66年11 好像是11 这些都上天门 李景全 也跑到天门城楼上 找到毛主席了 跟毛主席又哭诉 跟毛主席说 毛主席啊 红卫兵打我 如气如素 跟毛主席告状 毛主席 太熟了 自己当年的秘书长 自己大秘 毛主席应该说是 特亲切 也是特深刻的 跟他说了一句话 毛主席说什么 毛主席 这历史上啊 史书上写的 网儿一笑 说了一句什么 景全同志 打你也是一种 锻炼 是有时候一想一想 我现在想一想 中国 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 两千多年中国奉剑史 有史书记载了 这几千年的中国历史 有人把中国的文化 概括为官文化 官文化 怎么停电了 我们继续把它说完了 我来了 蹊跷啊 几千年中国的官文化的历史 从来都是官老爷的历史 三国 我经常跟朋友们讲 三国的时候一些词 一些官位很有意思 徐州牧 放到澳洲了 墨尔本 墨尔本市的市长 就是墨尔本牧 就是牧 什么意思呢 他是牧 下来的草民们 市民们 那就是羊 就是羊 从来都是 官本类的中国历史 忽然间在王八大命之初的时候 那可能你说几千年中国的官僚史上 最惨烈的一幕 发生了一生 这老百姓他们 斗官 甚至是他们 大官 中国的官僚在中国的百姓面前 唯一的一次 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空前 到今天为止还绝后 就是在百姓面前 就就就就就就 成了被凌辱的对象 他们成了被凌辱 被践踏 被欺负 这样的对象 王八大命的意义多大 别的不说 就这一条 你说王八大命这场运动 右派文部天天喊民主 你说人类历史上有多少次这样的民主 中国历史几千年来 有过这样的历史吗 有过这样的民主的历史吗 当然 很多人说老大新闻 跟你在这鼓吹暴力 或者不是 中国的事情 大家慢慢学 大家慢慢留 我们一起 共同的学习 毛主席 当时明确提出 要文斗 不要武斗 但是对于 发生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的这些武斗的这些事 只要没危机 生命 毛主席还真就有的时候 刻意的纵容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毛主席 二十多岁民众大联合 包括毛主席 早年的一些东西 湖南东云考察报告 什么这些东西 就直接提出了中国的事情 规律 什么规律 交往 必须过正 不过正 不足以交往 你看看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哪有不是交往过正的 因为你不过正他真就叫不了往 为什么历朝历代开国之初的时候 都一片生平气象 温静之至 贪元盛世 什么都都有 康钱盛世什么都 为什么 哥娃拉说那句话 去哥娃拉说那句话 以后呢 他可能会给你们办学校 会给你们办医院 或者是一切可能会有些改善 对你们要好一些 但是你们要记住 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了 而仅仅是 因为 我们来过 政权同志 打你 也是一种 锻炼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